明星展平のみなど 今天我們來到太平57個銀地 五七營地 秘密基地 我們剛好碰到了我們的村長 那我們就來訪問一下我們的村長 村長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歷臨太平五七秘密基地 那我們的營族 陳先生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歷臨 OK 那我們請一下我們的村長介紹一下 好 我們太平五七秘密基地 位於我們太平村盆地的正中間 它佔地有四百多坪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早期是做蔬菜的基地 後來做綠的倒紅的基地 所以這個地方冷熱加會 日夜溫差很大 又是光影變化一個最好的地方 然後氣候最涼快 空氣最清新 然後地勢平坦又安全 所以重要跟各位報告 這個地方我們往前距離老街 就五十公尺 這很重要的喔 老街有五百公尺的老街 就在我的旁邊 我後面外環道三十公尺 又很方便 我旁邊又有很多的步道 包括竹林步道 仙人湖步道 孝子步道 龜山雲之蘭道 還有太平山步道 還有我們的梅花路步道 還有我們五連峰 都從這邊啟動 最重要的 我們在我們五百公尺 有國內最盛名的太平雲梯 這是台灣現在最高海拔的一個營梯 那這個地方 來住在這邊 動靜皆宜 晚上呢 就是 有聽到 蟲鳴鳥叫 日月星光 白天 你逛老街 你要吃美食 很方便 尤其我們這邊的設施 因為屬於 棚架 又可以自然啟動 請求巨蛋一樣 可以啟動 而且來這邊的所有的車友 數值都很高 都熱愛 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說大家車友之間都 懷了一種興奮 很愉快的心情 在這邊相聚 那我們這邊也有一個 民宿的地方 也有洗澡的地方 也有讓大家煮飯的地方 也有大家方便的地方 而且我們這邊有廣場 可以大家一起來交易使用 如果你們要包場的話 我們這邊還有卡拉OK 來做 所以我們歡迎各位 有共臺太平來聚會 你到太平 遇見太平 你會人生太平 OK 我們就謝謝我們的村長 跟我們的營主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啦 歡迎參與 133 228 420 20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